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 我們現在又來到這個電影有毒 叫做花甘電台的電影節目 我們已經是131集 其實這個電影有毒 其實也可以叫做電影有搶 為什麼呢? 因為音樂在我們開拍節目的時候 也是一個很關鍵的元素 因為電影有兩大的主題 主題元素 第一就是光 第二就是音樂 以及音效 我們遲些就有美電影出來 現在也沒有 比較少 所以音樂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我想聽眾朋友可能 周周埋埋的時候 我想有三分之一 都是講音樂片 今次又是 何解今次又是一個專題 我們之前都在《頭淡湯》那裡有一部電影 就是 Book Delon的《Don't Look Now》 不是《Don't Look Now》 不是《Don't Look Up》 又不是《Don't Look Now》 《Don't Look Now》 《Don't Look Now》是一部真正片 我又是和你一樣的 我每次講完這部電影都害怕說錯 《Don't Look Now》 《Don't Look Up》是一部鬼片 日本的鬼片 《女幽靈》 《電影評論學會》 《電影評論學會》 去到11月 到9月 9月 9月23,不是11月 所以在这个期间里面我们还有很多很棒的电影 我们就想在这个专辑那里一下子将它里面有一些重要的电影 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电影与音乐有关的电影与音乐有关的电影与其他电影节目有点不同 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个专题才行 而且我也觉得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反应 都可以多讲一些旧片 因为新片看完之后有时旧片就增加那种叫伸延穴度 那是可以的 相当之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专题就讲《光影六乐章》 其实它就可以碰到很多不单止这些经典和音乐有关的电影 它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去到这个时刻 2017年已经踏入一个叫做新世代的时期 有很多的叫做我们认识的比如就算音乐电影 你都会发觉有些东西就在怀旧回忆 但是在怀旧里面又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放进去 怎样呢?就是大家想在这个时候 是一个叫做看完之后 看完之后是一种更新的时刻 所以这个题目很好讲的 平时我们也是这样的 就是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头淡汤 就是头淡汤开始之后 我们越玩越精心的选择 就是跟主题有关的 即是头淡汤也跟音乐有关系 是啊 那哪一套呢?就是这一套 这一套你没看吗? 你会不会有兴趣看呢? 叫做Alvers and Nixon 直译就是猫王与尼克逊 中译就叫做总统与歌臣 就是你猜不到的了 你就这样叫做猫王Alvers 你说Alvers和尼克逊 这个可能内地会这样译 但是香港就说尼克逊先走 就是总统的嘛 第二呢 你就这样叫猫王 不过瘾 就叫他做歌臣 我们也很少叫Alvers做歌臣 你为什么叫Alvers 我习惯了 等你去跟正 就是你一起玩这东西 就是这样的 那也是总统府的戏 一看这剧照 是错的 不是 原来不是吗? 你讲讲 是个人的 因为这个原来是真人真事 因为真人真事 就是最真人真事 就是内容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就可圈可点 最重要就是一天有幅相 尼克逊和猫王 就真的有幅相 就是放在香港尼克逊的紀念馆那里 但是就在那个记录那里 就是总统日记那里 就没有明文写到那个时刻 他们这样见面 为什么呢? 因为初初那时候想着见面 就算了 十几分钟就算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猫王有个要求 他说很有趣 原来猫王就是 现在这个故事 他整理出来 就是说 原来当时 猫王 他就是看到有很多那些 譬如在电视上 经常都是放尼克逊的那些 那些新闻那些东西 他平时不唱歌之余 那时候 他就是摸电视的 嗯 接着他也觉得很闷 但是他也有一个要求 就很想 就是帮整个美国做些东西 那你猜他想做什么呢? 这个就很个人了 原来猫王就一直就说 我是一个歌神 但是其实一个歌神里面 那种叫做 功绩都不算太多 虽然有很多人的精神的偶像 但是也不太多 原来他有个心愿 是想做一些功绩的 你猜不猜到 那些心愿是什么呢? 他这边说的 很有趣 如果真的真的很有趣 他想做臥底 是FBI的臥底 而他说我直着我的形象 我歌神的形象 因为当时他发觉 很多年轻人吸毒 又搞了很多不好的关系 他说我的形象 那么多人喜欢 那时候 不如做臥底 印到那些年轻人 就不要吸毒 而且就查 以他的知名度 他都可以接触到很多 那些策家 那些东西 然后呢 就爆他出来 于是呢 他就想要求 我一不见尼克逊 一不见胡佛 那些 FBI的负责人 而是告诉他 我想做一个臥底 公职做臥底 于是呢 就引心了这一件事 但是这件事呢 他说的东西有个很有趣 还有呢 你知道呢 就是猫王呢 皮里士呢 他就已经 相当之出名 但是他出名的那时呢 他搭飞机 就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出名 拿着一些很普通的正眼就可以了 所有人都知道是我 没有人冒充到我 还有做一件事 他最惊人的 他经常都身上有枪 嗯 那么这个故事呢 就是说他呢 就是 真是 用一个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 于是他找了他一个叫做是老朋友 那个老朋友呢 就已经去了荷里活 那里呢 就是做了一个剪片的那些 以前呢 就是他的那些形象顾问来的 哎 跟我一起去 去华盛顿那里找一下尼克逊 然后呢 你帮我安排 啊 那然后呢 就是我呢 就跟总统去谈 那把这个叫做大计呢 就告诉你 然后呢 就是达到这个任务 那样 那接着呢 你又看下去了 那这里是不是喜剧来的 呃 不止喜剧 这个呢 你看到呢 就会觉得很过瘾的 就因为 何解呢 你认不认得 哪个做尼克逊啊 呃 Kevin Spacey 那他除了 那你认不认得 这个演员呢 认得 谁啊 新超人 那你认不认得 那你认不认得 他有没有做过超人戏啊 他呀 尼克逊总统啊 那是Calvin 有没有啊 应该有过啊 你是不是记得啊 超人戏啊 是的 那你给了A 就是呢 都是一样呢 很多那些 美国那些 女性的 狂迷的 喜欢到他飞起的 那 亦都因为这样的时候呢 就令到他有很多事呢 有很多愿望呢 可以达成一道 那大家看这部戏呢 你说他是不是喜剧呢 不单只是一个喜剧来的 他里面就触碰到很多 大家看他是不是真是呢 还有他里面呢 他有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呢 你会看到呢 音乐这个文化 和政治这个东西 嗯 还有在今时今日呢 我们看这个世界里面那一部 和娱乐圈啊 那些东西呢 就有很多很密切的关系来的 那么我觉得呢 这部戏呢 你会看的时候呢 就相当之妙的 那而且呢 对于我们来说呢 就更加 和这个节目呢 因为今次呢 专讲这个叫做 《光影六乐章》呢 都很有关系 他就讲了一样 很关键的东西 嗯 传媒 原来是非常之重要的 原来尼克逊呢 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就是大家研究尼克逊呢 和金乃迪那个最大的 就是那种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 这么出名的总统呢 是和电视有关的 那然后呢 就是 希特拉呢 为什么会这么出名呢 是和深乡几有关的 嗯 就是和这些传播呢 里面呢 是有关系的 而他们呢 这种形象呢 都是 就是和那些传播媒体呢 是很有关系的 整个戏呢 你会发觉 当他这样 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他里面根本在说 看完之后呢 你分析他里面 整件事呢 里面呢 就直接是一篇论文来的 就讲整个 美国的那个社会呢 你怎样推动社会 和那个社会 和那个社会 如何去找到一个关系出来呢 都是和那个叫流行文化 传播有关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当之好的 而且是一种以现代的角度 很特别 是的 虽然没有唱歌的 有 怎会没有呢 当然有唱歌 而且不止 原来呢 猫王呢 做了一件事是很厉害的 是空手道的 嗯 你看到这个呢 差不多 就是 就是我们头淡汤呢 就找他来讲的时候呢 就是讲到 在一个音乐世界里面那里呢 尤其是 好像这些叫高人 他里面呢 他怎样看回他们自己 那种叫整个 整个圈子 自己的身份呢 那就是相当之好看 那这个呢 就可以接入到 我们这个呢 就是评论学会 和康文处呢 搞这个叫江影六乐章 现在就去到 那个阶段呢 就应该呢 就做完 现在是做了第一步 就是《别回头》 就是第一个月 在五月的时候呢 就专做了这个 这个了 就是讲 布德伦的 纪录片 纪录片 那接着呢 就是我们现在六月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那叫马拉康上谷了 那我想问一下 张怀雄一 你是其中的一个 插画者之一 对吗 那你介绍一下 这个《光影六乐章》的这个节目呢 有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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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什么特别呢 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听啊 首先呢 我们曾经做过电影与绘画 还有电影与文学改编 也做过 那似乎呢 音乐作为艺术形式呢 还有音乐和电影的那个 真的是两家村 那变成了 都决定 今次就做这个题目了 那这个题目 如果大家去看这六部电影呢 都会看到 其实是六种音乐的形式 趁现在的时间都快到尾的时候 你介绍一下有哪六部 好 好 刚刚做完的别回头 就是Walk and Roll Walk and Roll的形式 兼计纪录片 接着呢 《马立狂想曲》 《马立》就是古典 很出名的 《教育曲》 大地 接着就是我负责的 《乐英彬芬芬美文士》 《The Connection》 就是爵士乐的 接着就是 是这部是吗 是的 到亚洲唯一代表的 就是《天涯歌旅》 就是韩国一些民间的音乐 那导演就是林泽权 那这部是很重要的 是一个国民电影来的 看到人都哭了 之后就一部叫做新音乐 或者叫做minimal music 就是Philip Glass做配乐 的一部很特别的电影 《机械生活》 最后就是一部 鬼佬的歌剧 就是唐乔望莉 就是约瑟罗西做导演 六种音乐形式 有五种西方的 一个是东方的 那就是选择这六部 《何解》 东方西方都有 《何解》是选择这六部片 里面看到很多不同的类型 那我们下一节回来 就是讲它 先看看用什么角度 来讲这一堆戏 我们下一节再跟大家见面